家人们大家好 2月17日的主日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很重要 也是我的负担的 我就没有讲 那我在这里就继续的 有一些补充 就是在我心里的负担 就是讲到 我们这个人的受造 是为着神自己的荣耀而造的 他说是他要来做成这一件事 那这个荣耀 他借着我们这一生 所经历的每一件事 都为了要把他的荣耀 来承行在我们的身上 他说他借着他的自己 他所做成的功 他已经把荣耀赐给我们了 那现在呢 就是在黑暗越遮盖大地的时候 他说他的荣耀要陷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我的受造就是为了要来 盛装神的荣耀 那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 就是主就快要回来的日子呢 他会做几块手笔的工作 把他的荣耀 他的美丽 他的美德 他的尊贵 他的威容 都这样做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在这些日子 我们要跟神求大的 不可能的 可是却是神的心意 神给我们的应许 或者借着先知 给我们说的 他要做成在我们身上的命定 我们都要大胆地跟神求 这样 那第二点呢 我就是讲到 那以色列 这个神所拣选的 神的百姓 他们每一个人 他们虽然在历史上呢 遭到几次的大屠杀 血流成河 但是呢 你会发现 犹太人 每一个人都以自己是犹太人为荣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几乎逃到各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的人 常常就是要杀害他们 那反犹主义 就是好像各地都隆不下他们 可是他们却以成为犹太人为荣 为什么能够这样 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注重家庭教育 他们不是只是把孩子送去主日学 让老师教 他们是自己在家里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 那他们的家庭教育还有学校教育 整个最注重的就是宗教教育 而他们整个的宗教教育呢 就是教导孩子 摩西五经 最重要摩西五经就是一直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是神从万民中 特别拣选出来的选民 那所以神对他的选民呢 他已经说了 他说我在真言里面一直讲 我儿 我儿 你要留心听 侧耳听 我的训词 我的训悔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命令 那遵守我的诫命 那我就要在万民万国当中 如何的尊荣你们 祝福你们 那如果你们没有遵守 你们会遭到怎么样的灾害 那因为呢 他们整个的历史 真的 他们什么时候没有顺服神 违背神的命令 去拜偶像 不专心地来 全心地来爱神 神那个嫉妒的爱 就宁可严厉地管教他们 那经过这样一次两次三次 这样几次的管教呢 他们亡国两千多年 你会发现 他们已经学取了这个教训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家庭教育里面 都会一直跟他们孩子们 从小就告诉他们 我们是神的选民 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凄惨 那个原因就是生命纪 二十八章里面所说的 我们没有顺服神 没有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神也照着他所说的话 就使我们在万国中 被这样 在万国中飘来飘去 所以他们的整个的国家 很多的百姓都明白了 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的话语 以至于他们给万国两千多年 能够他们的文化 语言文字 他们的宗教 他们的习俗 都能够保存的好好的 那因为他们已经寄取了教训 而且国家 也真的整个国家 用国家的制度 花三千万的美金 要来宣扬 这个神给我们的诫命 要我们守安息年 那当他们真的要 百姓们都这样守安息年 那你刚开始守安息年 你没有东西吃 我们也愿意 在这方面来贴补你 所以他们花这么多的钱 政府花这么多的钱 就是要使全国的百姓 来敬畏神 来遵守神的命令 这样 那结果他们真的是 这个1948年 他们复国 1951年 他们就开始遵守安息年 这样 那以至于神就让他们在农业这方面创造了奇迹 所以以至于他们又在经历神的伟大 神的信实 神的全能 他照着他的话 照着他的应许 这样来赐福于我们 那我就是想到在这个第二点呢 我就是要勉励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也是神的选民 那我们做神的选民呢 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到 你看看我们的下一代 很少我们的下一代以当基督徒为荣 那还有基督徒呢 每一个基督徒在各行各业 并不多的人去彰显出 彰显出那个作首不作为 居上不居下的神的应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遭遇到犹太人那样的大屠杀 所以我们也没有记取到那个教训 那个深刻的教训 我必须要认真地遵守神的诫命 神的律法 那以至于他们 以至于我们基督徒 没有显出那个做神选民的那个杰出 那个卓越 那我更多地研讨 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亲子教育 他们的这个宗教教育 我真的很深的一个负担 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应该传讲这个 就是要带着孩子在家里的家庭教育 这个宗教教育要成为我们最重要的 而不是他读哪个学校 他考几分为最重要 不是我们如果每一个做父母的来带领孩子 从小让带他读真言 带他读摩西五经 带他读耶稣生平 让他认识我们的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 那他在真言里面一直的呼唤我儿 我儿 每一章一直告诉我们我儿 而且他把他智慧的恩言这样教导 那犹太人的教育 他们的宗教教育里面最重要 还有家庭教育里面最重要就是要 教导孩子们 那个要有智慧 智慧是他们最重要 而不是你的分数 那他说就讲到 智慧呢就会使你做出对的选择 让你一生不会后悔的选择 这样 那在真言里面就一直都教导 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所以他们要小孩子从小就背真言 那所以从小13岁 小孩子在13岁以前 真言全部都会背 这样 那以至于这孩子 从小就这样一直被神智慧的 恩言智慧的话语 这神的话语 每一句话就是生命 就是权能 这样子的塑造在这一些 犹太人的后代身上 以至于他们可以被逼迫 不管逃到哪一个国家 那些小孩子甚至在集中营里面 大的孩子都还会教小的孩子 怎么样来守这个愉悦节 怎么样来守安息日 那这样每六天就有一天 第七天第七日 礼拜五的傍晚到礼拜六的傍晚 是他们的安息日 他们就这样世世代代一直的守这个安息日 那我就想到说 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像犹太人一样 认真的来教育在每一个人的家庭 特别做父母的 这样来教育孩子 教育孩子不是在乎他的功课 而带领他要认识神 认识神就是他的聪明 认识耶和华 他就聪明 然后他因着对神的认识 他就知道他是谁 他成为万王之王的儿子 他是居上不居下的 他是尊贵荣耀的 他是被神深深所保爱的 这样的爱会激励我们的下一代 真实的愿意来遵守神的命令 那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 都会变得非常的解除 非常的卓越 而且来影响整个的文化 那神在前些日子呢 就是借着一些先知 特别的讲到 2019年神说 他首先要解决的 他心里最迫切要解决的一件事 就是婚姻家庭的 这个婚姻家庭 这个系统化的崩溃 就是整个的婚姻跟家庭 整个被仇敌都要摧毁掉 那神说他要来针对守门人 他要讲很严厉的话 他要来责备 要守门人开始起来解决这一件问题 那神讲到他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个是家庭 婚姻 另外一个是宗教 另外一个 第三个就是教育系统 哎呀我就一看了 我就发现说这三个都是 这从去年年初到现在 神放在我里面的负担 也就是我们整个的教会 教会就是要来建造天父爱的家 而每一个家庭 肉身的家庭 就是这个天父 每一个肉身的家庭 也是天父爱的家 就是这个大的教会的单位 就是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要建造天父爱的家 而无论是在家庭里 无论在教会里 我们守门人都一直要来建造 我们的下一代 成为一个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 尊贵荣耀的儿子 那因为天父爱的家 充满的就是真儿子 不是大儿子 也不是小儿子 是真儿子 是真实敬畏 爱戴阿爸父 而且满心 只想听阿爸父的话 听阿爸父的声音 来让阿爸父喜悦 阿爸父所心里的负担 就是我的负担 阿爸父所喜悦的 阿爸父在父的 就是我所喜悦 我所在父的 那教会的守门人 是牧师 那牧师传道人 而家庭的守门人 就是爸爸 如果你是单亲的妈妈 那你也是家里的守门人 你是母兼父子 那所以守门人呢 你一定要从小就把真言 一张一张一节一节的来 教育孩子 然后让他们背诵 而且我们要照着神的话 来过生活 那另外呢 我们每一个 做守门人的早上一醒来 就开始要发声 来祝福我们的家 所以做爸爸的 你每一天早上 就开始发声 祝福你的太太 祝福你的孩子们 祝福你的家 这样 那我们在教会里 做守门人 做守门人的 也是从早上起来 我们就发声 开始来祝福整个的教会 祝福家 这个天父爱的家里面的 每一个家中 大大小小的 那我觉得 如果我们开始这样 高举神的话 而且教育神的话 在我们的家中 切实的来遵行神的话 那我相信 神要借着基督徒 来影响整个的社会 整个的国家 愿主 祝福他的话 让我们兴起兴起 无论在家里 是做爸爸的 那然后在这个 教会里面 每一个人 是做属灵父母的 属灵父母的 包括年轻人 你是属灵父母 你是青少年 儿童的属灵父母 你也是从早上起来 就开始的 为他们提名的祝福祷告 那我相信 借着这个神 要那么喜悦的 他会那么喜悦的 安息住在我们的当中 住在我们每一个家里面 那天父爱的家 就是在这样 每一个人 深知自己的身份地位 我是为着 成装神的荣耀而造的 爸爸帮助我这一天 活在你的同在里 不亏缺你的荣耀 让我不亏缺你的荣耀 让你的荣耀从我的身上 让你的美德从我的身上 而彰显 我这一天就会让你 让你把我给你 我这一天就会让你 我这一天就会让你 我再一个没人